本港警方和海關近期破獲多宗走私案 其中海關今年頭9個月檢獲的走私貨物 總值9億2千萬 比去年全年的8億1千萬還要多 疫情下水貨客出入境受到限制 但本港的貨物在內地一直都有需求 我們發現有標榜正品港貨代舊的網店 當中一款說是荷蘭製造進口港版奶粉 賣300多人民幣相當於大約390港元 與本港市面售價相比每罐差價幾十港元 我們又聯絡到一間網店人員 假扮顧客說有意購買港版奶粉 對方說可以直接將奶粉寄到所提供的地址 運費每罐50人民幣客人需要事先付錢 但如果途中被海關扣查 店方不會負責 亦沒有透露用甚麼途徑運貨 隨著臨近歲晚 海關說一向用風險管理和情報交流分析 打擊各類型走私 警方亦說會與本港及內地執法部門聯繫交換情報 當接獲有關懷疑海上走私的投訴 會立即派員調查 有從事水貨活動多年的人透露 因應針對走私的執法活動加強 有水貨客會選擇先將水貨寄到澳門 再經由澳門關口送往內地減低被捕風險 東網記者何紫浩報導 開支水貨活動 在哪裡 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